墨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,什么意思? 墨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,其寓意为田间切墨上的花开了,而我可以慢慢等你回来。 这句话出自五月王给他庄木夫人吴氏的一封信。 钱留是一个性情中人,最惯念这个糟糠结发之妻,吴氏回家住得久了,便要带信给他,或是思念或是问候,其中也有催促之意。 一年,吴氏又去了林安娘家,钱留在杭州料理政时,一日走出宫门,却见凤凰山脚西湖低暗已是桃红柳绿,万子千红,想到与吴氏已是多日不见,不免又生出几分思念。 回到宫中,便提笔写上一封书信,虽则寥寥数语,却勤振意切,细腻入微,其中便有,墨上花开,可缓缓归矣。